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拍一條影片 祝賀我終於成為Pokemon You Like 的大師 給我一點掌聲 嘩...得來不易 這場隊友相當厲害 也在這裡為這班隊友鼓掌 這場真的太辛苦了 不是這場算是由頭打到尾 不過上大師之路真的很辛苦 應該按完繼續就大師了 1200分 這四位朋友 這四位朋友非常之好 帶領我上了這個大師 終於按一按繼續 轉加五階 嘩... 終於成為大師了 對了 成為大師那段路也挺辛苦 因為單排 多數都是單排的 因為... 上到上面的觀念都很厲害很重 即是... 有一些技巧都可以透過我這個大師之路 告訴大家 有什麼技巧呢 告訴大家 終於成為大師了 各位 首先給大家看看這個 旋風戰神 好 嘩... 這個是對面隊 這個是對面隊的 我記得是 十分之厲害 終於成為了Uni的大師 終於可以轉帳戶玩了 來幫助大家 可能觀眾一起上分 首先講一講 大家看到左上角 三十分 三十分的level 三十level 不是三十分 你也可以看得出 都是相當努力 真的... 真的超級辛苦 打這個 尤其是... 每次遇到一些隊友 那些隊友可能... 輸出的又不像輸出 輔助又不像輔助 你就會很苦惱 首先給大家看看我勝率 勝率其實本來是66.6 我 現在只剩下56.3 那最後那四場 五六七... 嘩... 七場連贏了 嘩... 厲害 連贏了七場 直接升了這個大師 其實在之前都是這樣輸的 你看到我白鳳鳳 都是這樣輸的 還有給大家看看 我最常用的是白鳳鳳 白鳳鳳是152場 勝率有62 而這隻蟹也有58% 這隻蟹也有很多技巧 或者在一些走位上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敬請期待 之後的Pokemon Uniped 以及這隻遊戲也有很多壞處 一些缺點 這裡也會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它有什麼缺點 而它的優點又是什麼呢 始終一隻遊戲又好又壞 不過就看看壞的方面 多於好 還是好的多於壞 好 今天這個影片就來到這裡 終於上了大師了 各位再見 拜拜